男人被两个熊孩子埋在了沙滩里 还贴心地给他浇了一点白开水 结果下雨雨 一到闪电突然停下 吃瓜群众被吓得赶紧狂发狗头保护 痛苦的男人有些痛苦 他身上的沙子也变成了布里 不到三个小时 救援队就火速赶到了现场 结果发现此时的沙子已经变成了玻璃 男人由于失血过多 开始出现头晕以及心跳加快的症状 救援队立马展开了救援 害怕的熊孩子有些害怕 男人赶紧安慰他们 很快救援队就把表面的玻璃清理干净 就在他们准备把男人挖出来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居然有一块玻璃插进了他的大脖子里 好在玻璃的温度很高 才让男人的伤口迅速结痂 队员立马对他进行了输液 熊孩子也是十分的自责 要是以后再也不来沙滩上完了 这时队员发现男人的胳膊上 还有一个小小的大伤口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队员迅速拿出纱布和纸血带进行处理 总算暂时止住了出血 接下来只能把他送往医院 交给专业的医生了 临走的时候 男人还在不停地安慰两个孩子 自己没事 让他们不用担心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紧接着 又有两个熊孩子惹出了麻烦 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招惹乌鸦 因为据说他很会记仇 男孩只是朝他扔了一颗小小的大石头 就遭到了几百只乌鸦的围攻 吓得他们撒腿就跑 老师见状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原来今天是秋收感恩节 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农场体验生活 但是欠揍的小胖到处搞破坏 不仅吓唬其他女同学 竟然还敢招惹农场里的乌鸦 结果两个熊孩子成功被碾进了小黑屋 感到现场的救援队也是十分好奇 因为从业八十多年的他们 从没听说过乌鸦袭击人类 莫非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 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房子 此时房子周围已经聚集了大批的乌鸦 打开肛门后发现其中一个孩子安然无恙 另一边的小胖可就惨了 浑身上下全是伤口 救援队迅速给他清理了伤口 队员问为什么乌鸦会突然袭击他们 一旁的男孩二话不说就出卖了队友 告诉他们是小胖朝他们扔了石头 原来乌鸦不会轻易攻击人类 他们只会进行反击 但是他们能记住攻击者的脸好几年都不会忘记 上过学的队长立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他让男孩穿上了防护服 接着把小胖打扮成了木乃伊推了出来 这时一只乌鸦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队员只好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零食 这才成功脱险 所以说有事没事 千万不要招惹乌鸦 队员还没来得及休息 又一件奇葩的事情发生了 男人把女友抱坐在了栏杆上 结果小手一抖 女人竟然掉了下去 幸运的是 女人抓住了楼下的广告牌 很快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 但是楼层太高消防云梯根本就够不到 就是安全气囊放在下面也没啥用 他们迅速疏散了周围的吃瓜群众 队长立马来到阳台观察情况 发现女人已经坚持不了多久 急得男友都笑出了诛声 看来没事的时候千万不能秀恩爱 他们决定从楼顶空降下去坐楼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在广告牌的下面也做了安排 就在队员准备空降的时候 黑妹突然发现广告牌的绳子 正在慢慢地迅速松动 他们必须加快营救速度 此时楼下的玻璃也被成功拆了下来 很快队员就靠近了挂在半空的女人 害怕的女人害怕极了 恳求队员赶紧救她 就在队员准备把安全带扔给她时 绳子突然断裂 女人瞬间就掉了下去 楼下的队员健壮 竟然徒手接住了女人 队友急忙上前帮忙 女人这才成功捡回一条小命 缓过神来的女人十分好奇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故事到此结束 不要钱的小心心 记得点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